Halaala,我是专马 1947年1月,美国洛杉矶 一名女主妇在路过一处草地时 发现了一名女演员的尸体 女人被蓝药切断,排干血液,死创恐怖 因为受害者一身黑色的装束 后来就被世人称作了黑色大梨花 这起惨案多年下来都无法告破 称为了著名悬案 它吸引了无数脑洞 人们热衷脑补时间真相 就光是美孔这一部剧 第一季谋杀屋,第五季酒店 就两次出现了大梨花妹子 今天我们也来看一部由黑色大梨花案件改编 牵扯出来的暗中暗中暗,黑色大梨花 故事发生在40年代的洛杉矶 二战刚结束,美苏进入冷战,黑帮横行 警察,火先生和冰先生都是拳击高手 被领导注意到,决定搞一场警方和政府的拳击比赛 注意注意,他们的名字可不是我为了称冰与火之歌才叫的哦 冰火对决是警长想出来的噱头 其实是为了迎合一个法案 让民众看看警察有多狂转酷炫 法案通过的话,可以提高警员的装备和薪金 拳击赛上,冰冰成为了人肉沙袋 被打翻在地,还贡献了两颗萌芽 当然,这都是安排好的 领导答应替冰冰偿还8000美元的旧账 以及让他换了精神病的爸爸,住进一所不错的养老院 最终,警局下的赌注赚了大钱 法案通过,警员们也涨了薪水 比赛之后,冰冰就被调到行动组,与火火成了一对搭档 这天,火火得知,黑老大在监狱里表现不错 再要提前假释出狱 火火看起来很不爽 只是当冰冰问黑老大是谁时,火火含糊气词 只是告诉他,不要在他的女朋友小美面前提及此人 好嘞,终于提到小美了 小美和火火处于非法同居的关系 自从冰冰成为火火搭档以后 他也开始频繁出入火火家 三人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参加宴会 感情越来越好 小美和冰冰就这样维持着暧昧的关系 但冰冰也绝对克制,没越过雷池半步 谁让小美这么美呢?我服 火火和冰冰的配合也极为默契 在一个月,他们就抓了一大把罪犯 这天,两人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抓捕一个叫纳什的罪犯 根据线报,纳什会在某体育场附近出现 两人急忙开车奔赴 当冰冰呼呼欲睡的时候,火火一直保持警觉环顾四周 为了保护冰冰,她甚至一枪击毙了一个嫌疑对象 不过当他们走进身前,这个人并不是纳什 之后没多久,大梨花的尸体就在不远处被人发现 两个人急忙跑过来观察现场 大梨花的身体被切成两段 内脏被掏空,嘴巴被刺到耳边 这到底是谁这么丧心病狂? 冰冰首先怀疑起了漏网的纳什 晚上,小美试图安慰火火 火火却还不领情地匆忙出门 冰冰反过来安慰小美,说火火救了她的命 随后,冰冰想起一件事 问小美,黑老大是谁 小美也不愿意说什么 但神情从未如此严肃 回到屋里,冰冰无意中瞄到了小美身上 被烟头烫了两个字母 正是黑老大名字的缩写 呵,单纯的冰冰啊 这明显是小美故意录给你看的好吧 冰冰开始查阅资料 原来,黑老大是一个银行大捷案的幕后主脑 她的女人当庭指证了她 而这个女人,赫然就是小美 被女人出卖 黑老大在法庭上什么都没说 是,丢失的钱,至今下落不明 火火在成功抓捕黑老大归案之后 成为了警局红人 还泡到了小美 黑老大还有一周就要出狱了 也难怪火火和小美会这么紧张 黑色大梨花案件 由于做案手法过于狠毒 立刻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喜欢上头条破答案的火火 放弃追捕那时 转而开始查大梨花案件 这让冰冰有些不爽 她认为火火有些太想看吸引眼球的事情 但霍霍早已找了个理由 把那时的案子推给了别人 冰冰去大梨花的住处调查 房东口中的大梨花似乎很随便 说她有不少男朋友演过小电影 还喜欢假装拉拉去童心练酒吧 偏吃偏喝 冰冰来到拉拉酒吧 遇到了一个打扮特别像大梨花的女人 富家女 如今有很多女人都在模仿大梨花的打扮 但富家女却是最有神韵的 凭着警察的直觉 冰冰找到富家女谈话 富家女承认她与大梨花见过面 还把大梨花与自己有关联的事情上报 于是邀请她去家中做客 这是一场不愉快的晚餐 富家女的兔头爸爸不断炫耀着自己的发家时 最后却被妈妈一句 你不会有个有钱的老丈人无情揭穿 而妹妹则直接在餐桌前画了一副诡异的啪啪话 尴尬的晚餐以后 冰冰跟着富家女来到了小旅馆 别问为什么 就是毫无征兆地爬上了 富家女这下心满意足了 跟冰冰说起了他们家族的一些秘密 爸爸当初一起创业的朋友演进 做事时出车祸毁了容 可爸爸不仅没有感恩还抛弃了她 如今眼镜只能打打杂工 给爸爸照看出租房 随着黑老大出狱的日子越来越近 霍霍的脾气也越来越火爆 她最终在调查会议上得罪上司被停职了 第二天就是黑老大出狱的日子了 冰冰哪都找不到霍霍 她找到小美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小美才直直呜呜说 刚才线人打电话过来 黑老大正在某处大楼里做毒品交易 冰冰急忙赶了过去 趁火火来到之前抓到了黑老大 但在冰冰逼供时 冰冰身后出现了黑老大的帮手 冰冰几拳打倒了身后的小楼楼 但黑老大却趁机跑上了楼 冰冰正要追赶 却看到黑老大已经被枪杀 而火火正拿着枪站在楼上 就在这时 火火身后出现了一个拿着绳子的身影 随后火火被人勒住了脖子 又被另一个人捅了一刀 连捅勒她的人一起掉下楼去 双双毙命 而准备追击的冰冰也被人偷袭 打晕了过去 冰冰为自己没能救下火火自责不已 她化悲放为情欲 和小美的感情迅速升温 两个人很快住到了一起 这天 小美说自己被预事破碎的瓷砖刺破了脚 让冰冰去修理一下 冰冰撬开碎瓷砖 发现里面藏着大把美金 根据上面的银行字样 这显然是黑老大银行抢劫案里抢的钱 原来 火火当年贪了黑老大的钱 身旁的小美这才说出了真相 黑老大曾经长期虐待小美 还利用她的美色隐忧其他人 小美在一次啪啪行动中 认识了一个隐君子 通过隐君子又认识了火火 小美告诉火火银行抢劫案的事情 和黑老大藏钱的地方 竟然合力把黑老大送进了监狱 在前段时间 黑老大即将出狱的时候 隐君子忽然现身敲诈火火和小美 不给钱就把真相告诉黑老大 这才让两人很着急 冰冰问出了这个隐君子的名字后 明白了另一件事情的真相 那次他们蹲手抓纳时 活活假装保护冰冰开枪杀了人 她杀的那个人就是隐君子 她借机杀人风口 而不知道真相的冰冰 成了保自己清白的最有力证人 知道真相的冰冰有些气急败坏 而她处理情绪的方式 是转身投入了傅家女的怀抱 在傅家女的家中 冰冰看到了一副小丑的现代画 以及兔兔爸爸和眼睛的照片 傅家女说眼镜心脚痛死了 小美发现了冰冰和傅家女的事情 她一眼就看出傅家女和大梨花神似 失望地骂她恶心 大梨花案件是活活生前最后调查的案件 冰冰想要替她破案 她再一次查看大梨花的试镜录像和色情片 果然发现了蛛丝马迹 色情片的片尾字幕中 居然有秃头和眼镜的名字 根据色情片中的场景布置 冰冰找到了大梨花拍小电影师所在的房子 她在旁边的屋子里发现了大量血迹 女人的头发 以及一副曾在傅家女家里见过的小丑画像 黑色大梨花的案件直指傅家女一家 冰冰二话不说潜入傅家女家 把枪口指向了兔头爸爸 兔头失口否认 说是眼镜杀的人 眼镜总是在片场乱逛 喜欢上了大梨花 大梨花在拍完色情片之后 又打电话过来说自己缺钱 于是兔头给了大梨花一些钱 让她去陪眼镜 自己也没想到眼镜会直截了大梨花 此时傅家女妈妈展了出来 疯狂地说兔头爸爸说谎 妈妈说 她和眼镜偷情生下了傅家女 到女儿慢慢长大 兔头发现女儿长得与自己完全不一样 是眼镜给了自己一顶绿帽子 于是兔头设计了一次车祸 把眼镜毁了容 但即使这样 妈妈依然喜欢眼镜 但没想到眼镜竟然迷上了大梨花 妈妈得知以后度火攻心 到了眼镜的住处 就那个拍摄四情片旁边的房子 杀害了大梨花 然后和眼镜一起肢解了她 说完这些 疯疯癫癫的妈妈就吞枪自杀了 真是疯癫的一家 报纸以贵妇意外遭枪击身亡 结束了这个事件 而出生底下的大梨花 却不能成员得雪 是件真相 就这样封城了下去 后来 兵兵整理文件时 发现了一个火柴盒 上面印着的是 兵兵曾经去过的 同性恋酒吧的名字 她下意识地翻开了一下 既然看到了傅家女 写的联系方式 这就是傅家女说过的 联系大梨花的方式之一 兵兵忽然想到 这个火柴盒 也曾被活活看见过 她那次的沉默 原来是发现了傅家女 和大梨花的关联 兵兵找到了傅家女 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活活利用这个火柴盒 敲扎傅家女的父亲 于是当活活在那座大楼 追杀黑老大时 被眼镜擂住 傅家女则是那个 把她一刀毙命的人 由于眼镜从楼上摔得 血肉模糊 因此没人认出她是谁 如果不是兵兵看到了 这个火柴盒 傅家女将会逃过法王 但今天 兵兵要为她的搭档 活活报仇 一枪崩了傅家女 至此 黑色大梨花 以及相关的案件 终于落下了帷幕 黑色大梨花案件的真相 至今都众说纷纭 这个扑朔迷离的案子 在电影上映7年后 有了新的发现 2013年 一位洛杉矶退休警探 在其最新出版的 《黑色大梨花复仇者2》一书中 列出了种种证据 似乎表明 她去世多年的父亲 外科医生乔治·霍戴尔 是当年 杀害黑色大梨花的凶手 不过凶手是否如她所说 已经无法真正的去验证了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点赞 求留言 求点赞